因为我爸爸在我小时候 小学一年级就出车祸全身瘫痪 那从小我是看着爸爸就是说 那个医疗上不方便 然后还有说在医疗资源的缺乏 我是很深刻感受到 有一群人需要协助 然后这群就是比较偏我们讲 弱势族群 或者说先天上有残缺或者后天 像我爸爸是车祸造成了全身瘫痪 那只要他们有牙痛或者是任何状态 会非常辛苦非常可怜 现在因为牙科设备有这种携带型的 所以我们就起心动力就是说 希望可以用这种携带型的设备 简易的去患者家里帮他解除疼痛 包括一些发炎 或者一些有危急呼吸道 危急生命的处置为主 目前全台湾大概有106位做到宅的牙医师 那我加入的时候是第16位 所以我算是在很早期我就加入做 那其实因为106位牙医师 其实大概有一半没有在做 因为没有病人 很多患者也不知道有这个管道 跟这个申请方式 所以实际上衔接不起来 可以找牙医师工会 或者是你找到宅牙医 或者到我的粉专上面 我们都有整理一个懒人包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 没关系那你就一通电话打给我们 我们会协助你看看你可不可以拿得到这个资格 其实我们最早一开始也是跌跌撞撞 最早是我一个人开始做 然后后来是我太太就也协助我一起 我们去预购一些在深山里面的 然后有在这种很老旧的公寓五六楼 然后你曾经去过一个很便宜的分租套房 然后它整个房门打开就只有一张床而已 它没有车子它是一个小马桶 就有点像是监狱那种感觉 我没有车子被拖掉过 从我们做到载到现在车子被拖掉 我记得是三次 因为到载的患者免疫力抵抗力都很差 那有一个患者就是在我们洗完牙之后 就有了吸物性肺炎 然后住家户病房住好多天 然后后来就离开了 那我们因为这件事 我们也就是内疚跟觉得很难过非常久 我们那一阵子要两个月就没有做到载医疗 实际上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有间接关系 虽然我们都有签同意书 说这个是可能的风险 但是当然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 然后后来好在家属也很明理 然后也是清楚说 因为那个先生 就是身体状况是随时都有可能 就是很不稳定 那只知道经过这件事以后 我们团队就沉浅了一下 回来我们就把所有的步骤 一些感控流程 一些未来如何避免这种事情在发生 这个在整个调整过 然后那阵子我太太也是一直叫我不要再做这个 因为风险高嘛 然后后来还是继续做了 那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一直有患者需要我们 然后如果我们不做 那就 总之要有人出来做嘛 其实我们今天现在好多小医师过来跟我们学这个盗宅医疗 因为他整个SOP的建立还是不容易的 那我们也是很愿意分享 只要有愿意来学的 我们就让他全程跟着我们参与一次这样子 患者其实对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友善 然后有的知道我们要到了就在楼下等 然后因为我们交通的时候会delay啊 就会留下等 那有的也会帮我们准备茶水啊 然后还有帮我们准备晚餐过 有时候到做到比较晚啊 然后常常也是要送我们一些东西 对 那我们是能拒绝就拒绝啦 不过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他们自己做的什么那种 有没有 那个水饺还是什么这样啊 有人问我们说 哎呃 如果你们这个要做到什么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想法 如果没有状况啊 那我们大概就会一直做下去啦 我们大概就会一直做下去啦